美女不要走啊 留个微信嘛 有喝 跑什么呀 有本事你就别停 不然哥哥肯定追上你 不好 车漏油了 再有点火星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那赶紧去救人啊 你报警 打120 我去救人 嗯 滚特末一边去 这里有你什么事 酿成大货不赶紧救人 你还要捣乱吗 关你屁事 他自己开车撞的 跟老子有什么关系 再特末性嘴呼咧咧 信不信老子抽你 老子让你别多事 你特末耳朵聋了 交警还没有定则 你破坏了现场 让老子一会儿 怎么解释的清楚 滚蛋 你特末敢打我 去死吧 救救我 放心 我会救你的 谢谢 小子 这事咱们没完 嗯 还好没什么大碍 警察和救护车来了 我们回去吧 诗元回来了 你们还没吃饭吧 赶紧坐下 露露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紧给诗元和十三盛饭 你们怎么来了 好久没见你妈妈了 我们来看看她 诗元 事情你李阿姨他们都跟我说了 不过是一点小误会 你这孩子怎么有点小心眼呢 是啊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哼 他们是怎么跟你们讲的呀 你李阿姨他们又不知道咱家现在的情况 所以才让孙露张罗着给你们找工作 并没有任何看不起你们的意思 你就别放在心上了 是啊 我跟你李阿姨结拜这么多年 当初处得就跟亲姐妹一样 还能因为这么点小事不来往啊 你李阿姨说你又收购了孙露上班的药厂 我已经答应他了 这药厂的厂长 以后还是由孙露来当 是啊 自己人用着也放心 他们告诉你们的 事情就这么简单吗 不管发生了什么 你李阿姨毕竟是长辈 他们也都道过歉了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对不提了 咱们都是一家人 一定要好好相处下去 哼 诗元 我刚刚跟你说的 让孙露继续当厂长的事情 你听到了没有 唉 这些年 我妈一直都被李小云压一头 现在好不容易过得比李小云强了 自然要秀一秀优越感 才能扬眉吐气 还不快谢谢你阿姨 我早就跟你说 只要你阿姨答应的事情 就没有办不到的 她从来都是说到做到 这是我最佩服她的地方 嘿嘿嘿 露露 你放心 阿姨答应你的事情 肯定会兑现的 诗元你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您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能不答应吗 人都死绝了吗 还有没有喘气的 什么人 吃了熊心抱子胆了 赶来这里闹事 哪来的憋三 赶在这里闹事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看来我姑奶奶没说错 你们果然很嚣张 哼 你是谁 你姑奶奶又是谁 这位是向如龙 向少 她姑奶奶是向极方 想必你们不陌生吧 你是老太太的侄孙 小子 是你 看来我不用费劲去找你了 还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珊瑚 你认得他 表哥 他就是在路上 跟我动手的那个小子 追着人家 美女骚扰 导致人家姑娘翻车 还阻拦我救人 我骂了他两句 他就这样的伸手 好打伤我 哼 我本来还好奇 是什么样的人 能对像英雄他们 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来 现在看到你的做派和平静 我也就不奇怪了 你胡说 明明是你追着那个姑娘 让人家出了车祸 我们要救人 你还横加阻挠 十三 才打的你 他是你男人 你当然向他说话了 这些闲事先不提 我今天来 是有件事 要通知你们 你想说什么 把乔家六房所有的一切 全都还给我姑奶奶 你们一家是从哪来的 就给我滚回哪去 我也不为难你们 什么叫还给他 我是从我爷爷手中继承的这一切 不是他向极方给我的 我没兴趣跟你扯这些 给你们一晚上时间考虑 最迟明天上午 我要看到我姑奶奶 成为乔家六房的主持人 城峰集团的董事长 我要是不答应呢 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来苍蝇 恶心 败幸 就凭你这句话 留下两条腿 再离开乔家 我特么是真的服了 这一个个都哪来的自信啊 向先生 我们自从回到乔家 对老太太可从来都没有过不尊重啊 包括那天他让人打诗园 我们都没冒犯过他 要说冒犯老太太的 也只是夜十三一个人 你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就迁怒我们全家呀 妈 你在胡说什么 行了 你说这些干什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他闯下的祸 凭什么让咱们帮他承担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你们不想受他先离 好吧 你们先跟他脱离关系嘛 向少 只要您答应只追究他一个人 我这就把他赶出乔家 并且让我女儿跟他离婚 妈 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为什么不能说 我这还不是为了咱们家好吗 我这几天可是听人说了 沪海向家市值尽千亿 咱们怎么可能斗得过 他自己的麻烦他自己解决 咱们没有义务为了他跟向家鱼死网破 哼 他得罪向家是因为什么 还不是为了给咱们出头吗 诗元说的对 你给我闭嘴 对什么对 没他那天的麻烦也照样能解决 是他把事情搞得更复杂了而已 你还不明白吗 什么为他姑奶奶出头都是借口 他根本就是基于六房的资产 老婆 我觉得诗元说的有道理 别人说什么你都觉得有道理 窝囊废 但凡你有充喜有本事 我们娘俩会被人这么欺负吗 乔诗元 你还没你妈名是李呢 看来乔诗元那个老东西 临死前真是糊涂了 竟然把乔家六房交给了你 闭嘴 不用一晚上时间 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告诉你 一根针你都别想从六房拿走 还想进于六房主示人的位置 做梦 哼 好 我向家做事 向来讲究先礼后兵 以德服人 该说的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等我施展出雷霆手段 你不要怨我没给过你们机会 赶紧滚蛋 这就是你们大户人家的教养 一点眼色都没有 你们很快就会认识到 这个世界到底有多残酷 美女 你真漂亮 加个联系方式呗 嘿嘿嘿 好啊 我就是想恶心他们一下 怎么这个女孩这么主动 哼 加什么联系方式 不准加 你这孩子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 你是我什么人 你凭什么管我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 我刚刚还跟诗员说 让你做药厂的厂长 你就这么跟我说话 这个厂长你还想不想当了 啊 露露 快向你阿姨道歉 药厂厂长 城东集团的下属企业吧 估计每年也挣不了多少钱 有什么干头啊 还不如跟着我的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那你能帮我在相式集团 找个好职位吗 我表弟家的下属集团资产 虽然不如相式雄厚 但也是百亿以上 你想要好的发展 只要让我表弟高兴就可以了 哪用得着求我 百亿 夏少 你愿意照顾人家吗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会不会照顾你 就看你能为我带来什么了 人家现在还是单身 夏少呢 好巧 我也是单身的 美女 做我女朋友吧 好啊 我叫孙露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们下属集团的 公关部经理了 年薪两百万 亲爱的 你对我真好 听到了没有 年薪两百万的工作 我也是说找 就能找得到的 你们家破药厂的经理 我还不稀罕呢 最看不起你们这样的爆发户 只不过是因为走了狗屎运 就一幅高高在上 施舍别人的姿态 真让人觉得恶心 年薪两百万啊 妈 年薪多少都是小事 重要的是 有了这个平台 意味着我所在的层次又跃升了 你说的没错 宝贝 只要你把我做好了 我保证你 以后可以接触到更高的层次 哼 我们家露露说的没错 你们家只不过是走了狗屎运 神气什么 看看我们家露露 年薪两百万的工作 也是说找就能找得到的 这才叫能力 这才叫本事 懂吗 就你们家乔诗员 也值得骄傲 要不是你们家老乔身上流着乔家的血 乔诗员算个屁 真有本事 还会找个街上拾荒捡破烂的男人 当上门女婿吗 知道你刚刚在我面前夸赞你女儿的时候 我是怎么想的吗 我觉得你像个小丑 你女儿能耐 靠着卖身得来年薪百万的工作 有什么可骄傲的 放屁 你说谁卖身 我女儿魅力大 夏家大少看得上 她正常恋爱 怎么就是卖身了 你个老帮子 我下山虎的女人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可以侮辱的 我夜十三的丈母娘 只有我能打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想打就能打的 哼 我家拾荒的上门女婿怎么了 照样打得你女儿的对象屁滚妙流 夏少刚刚是没有防备 才让你家的小王八蛋钻了空子 你等着吧 看夏少怎么收拾她 该死的 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 对我动手了 再特么叽叽歪歪 你马上就可以见识到 我第三次怎么收拾你 我特么弄死你 助手 我像如龙从来都是言出必行 说给你们一晚上时间考虑 就会给你们一晚上时间 我们走 敢跟向家作对 你们等着倒霉吧 我暂时不回官地市了 就待在太原 看着你们一家 怎么被打落尘埃 老婆 我这就定房 等他们倒霉了 咱们再跟着他们回瑶州 看着他们重新干烧烤炭 好主意 到时候 给我做她最拿手的炒面 我吃一碗到一碗 一家狗障人士的东西 我当初真是看错了它